這是民進黨黨主席的補選日子 不過呢這候選人賴清德也是稍後一定 他是穩一定會穩當選的人 因為只有他一個人的江湖一個人的選舉 不過賴清德選在昨天 他在台南舉辦了最後一場的政見發表會 因為在事前就有很多爆章雜誌 以獨家的方式披露 說可能會有一些基層黨員直接衝現場 然後來跟賴清德告獄狀 告的是誰的獄狀呢 告的是台南市長黃偉哲 說針對了很多議題上面 他似乎沒有好好的表態 沒有好好的處理 面對可預期的炮火猛烈 昨天賴清德使出什麼樣的新的方法來解決呢 這可能是一場道歉秀 甚至表演秀嗎 原本很多人預期可能會有沿上黃偉哲的戲碼 但最終是不是由賴清德來主導 然後把周遭不管是台南市長黃偉哲 或是一邊的立委 甚至是市議員這些名義代表 全部都給串燒秀了 賴清德他昨天的說法 他在講到這邊 針對黑金的怡雲 他說該查的查 該辦的辦 不過我們也知道像是政國會的跑票 像是光電 像是爐渣 像是槍擊案 甚至黑金議題 派系內亂 能夠現在都可以一一解決嗎 而他又該如何拆彈來解決呢 我剛剛是不是也講到 因為在今天黨主席的補選投票 由於他一個人投額競選 所以他篤定會當選 昨天的道歉 真正是跟選民道歉 還是只是跟黨員來道歉 那所謂的若有證據全部抓去關 該查的要查 那若沒有證據或是證據消失了呢 好 這爐渣光電還有槍擊以及會選 四大案等於黑金嗎 賴清德把大家所有綁在一起跟著一起道歉 但是一般民眾看了又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更多人把它連結在稍早的場合 因為在台北場的時候呢 高嘉瑜被大家全場痛罵 說是被鼓於或是下台 但當時高嘉瑜 賴清德有實際挺嗎 還是放任他被其他黨員炮轟呢 而講到高嘉瑜 我們就來看看 他在過去一個人的票數 其實是全黨所有市議員的兩倍之多 也是陳時中在本次市長候選人的時候 他選出來的票數都輸給他 也因此中廣董事長趙少康提到了 民進黨在面對不同聲音的時候 如果你還是只會打壓跟攻擊 甚至把人給噤聲的話 還敢說自己是進步嗎 那像是立委陳韻珍也提到了 早期的創黨精神現在看起來消失殆盡不說 高嘉瑜王世堅等人的說真話 實際上叫做無所畏懼 而還有更多人在討論 相關的人是怎麼樣 尤其是黨內人是如何來評論呢 立委林靜宜居然說 選後一個多月鬧夠了 民進黨沒站穩 台灣不會穩 當然他在前面其實有補一句話 就是台灣沒有一定要有民進黨 不過如果民進黨不站穩的話 台灣不會穩 哇下面的網友 真的是看得非常的生氣 這一排 我們特別為大家整理出來 就是網友的回應 還有更多是人家說 這個民進黨你擋不倒 台灣才會倒 還有中二選民 可不可以麻煩出來 把你自己的選區立委給領回去呢 又在做道德綁架 情緒勒索 這個民進黨你們還是倒一倒吧 是不是台灣反而因此比較穩 像是在今天 這個台北市議員侯漢廷 他也評論了昨天賴清德的說法 他認為你從頭到尾講這一些 那甚至有很多的這個基層黨員出征的 反而是政國會那些原本要跑票的 民意代表們 這只是顯示了一件事情 你不只沒有檢討 沒有反省 你甚至還反省錯了方向 彭文正 彭P也提到了 這個向黨員報告 這樣的一個活動 證件發表會 就是設局找黨員 要來修理高家瑜的 如果賴清德今天 將站出來指責黨的人都當作戰犯的話 那他就完了 這更像是黑道裡頭的洗門風 昨天賴清德的表情是相當的凝重 他也要求由市長黃偉哲站起來 還有多位的立委議員職工道歉 許曉欣分析了 民進黨部分的極端支持者 把矛頭焦點指向了 本來打算跑票的政國會議員 而不是去批評涉及會選嫌疑的政府議長 方向完全錯誤 昨天那場活動裡面當然賴清德是叫市長 立委議員站起來跟所有人道歉 可是民進黨的極端支持者是對著誰去 是對著那個政國會的去 是對著那六個本來要跑票的人去 那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民進黨的支持者 不是針對政府議長搞會選的那些人 去對他們產生批評 去要求他們不應該做這樣子的事情 你看邱莉莉這一群什麼林士傑一大堆的 然後還跑去挖國民黨的 然後導致現在整個台南大亂 有問題的是現在的台南市的議長副議長 你們涉入了你們涉入了政府議長的會選案 現在正在調查當中 然後呢 檢方這邊有蠻多具體的事實 所以已經壓了一些人進去了 真正有問題的是他們吧 結果呢 那六個政國會的最後也沒跑票 反而成為當天黨員說明會的重使之地 如果你可以直接要求 就黃偉哲針對哪一些事情 好好的道歉說明 而且你要約束你的極端支持者 不要把矛頭指向錯誤的對象 應該是你們真的有黑金的問題 真的有這些會選的問題 要按照問題去解決 這才叫做正本清源的做法嘛 結果呢 我們看到的是不斷的 每一場的黨員說明會裡面 民進黨的極端支持者 正在綁架民進黨 所以賴清德真的有能力領導這個政黨嗎 還是尾巴咬狗 最後這個政黨不是由賴清德在帶領的 而是由這個 民進黨的極端支持者在帶領 賴清德如果真的希望有改革的學心 認為自己2024要有希望 真的必須要先跟你們 民進黨內的極端支持者做切割 否則真的會被他們帶上一個萬劫不復的路 在監委吳郭瑜裡面的另外一位高家瑜 他今天除了投票以外 還特別獻唱了新花開 就新花開 高家瑜說希望大家可以開開心心 不要生氣吵架對立 團結新花開才會唱這首歌 但是黨內的基層依舊對高家瑜是相當不滿的 要求開除黨籍的聲音從來沒有停過 連流亡的民運人士王丹聲援高家瑜 都被批評說是中共一份子 對此高家瑜表示希望大家 可以心平氣和的想想怎麼樣做對民進黨最好 而他也期盼賴清德未來可以團結革新民進黨 好啦我們希望大家都開開心心好不好 不要再生氣不要再這個價格再建議 大家都開心希望今天投完票 大家都團結新花開 你今天怎麼沒有唱《孤勇者》 因為我想說這個時候應該要讓大家開心一點 我就唱《新花開》 剛剛有一個黨員比較提升黨員來說就是 對你朋友維持之外還說你唱歌很難度 還說你唱歌很難度 還說你唱歌很難度 你很不想要再聽到你唱歌 我唱歌好不好聽我覺得可受公平 我想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威權年代 沒有人是自由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所有的被壓迫者都是受害者 那在人家的傷口上傻言 或是拿這件事情來作為攻擊 或者是仇恨的對象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不道德 我們還是希望說大家能夠減少對立跟自裂 那尤其是不管是王丹 他對於台灣的民主自由 也是一直以來都是非常的認同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過去曾經也都是戰友 那現在如果說要彼此的對立的話 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那我們還是希望說大家能夠心平契合 然後好好的平心靜氣 然後想想如何讓民進黨能夠更好 讓台灣更好 我跟柯文哲市長已經很久很久很久沒有見面了 那我只能說感謝他啦 我覺得民進黨就是一個有一個民主進步的初選機制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過去曾經也有過排藍民調 就是所謂的十一扣那時 那所以大家也知道當時的狀況對民進黨來講 並不是非常的好 如果現在民進黨要走回當時的這個路的話 實質大家會覺得說民進黨好像在自我設限 那這個我相信也不是民眾樂見的 賴夫應該是很有智慧啦 那確實就是說現在民進黨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那也急需要團結 那我們也期望說賴夫當選之後 能夠去革新民進黨跟團結民進黨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 lis 一 的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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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